中共秘密備戰被曝光 袁紅兵表示 習近平可能會提前攻打臺灣 美國海軍部長說 美軍的終極責任是阻止中共攻臺 日本自民黨表示 對抗中共是日本的首要任務 美國漢學家說 中共依靠恐懼文化統治中國 英軍指揮表示 英國將持續強化印臺軍力部署 香港民調 近三成港人給林鄭月娥打零分 麻煩不斷 趙薇五家公司被凍結後又吃官司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 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12号星期二 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在台湾庆祝双十国庆前后 中共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施压 10月1日到5日 中共军机扰台达到150架次 創下歷史记录 习近平也多次提到備戰打仗 媒体日前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 中共一直在福建省秘密进行備戰调查 对此 吕奥著名法学家袁洪斌表示 习近平当局可能会提前攻打台湾 《大纪元时报》近日获得福建泉州惠安县 国防动员委员会的一份内部文件 题目是《关于国防动员潜力调查统计的通知》 文件显示 这项调查是为了备战而做 并要求绝不能出错和遗漏 这份文件在去年1月发布 说当局要全面、准确、及时掌握国防动员资源 以提高国防动员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平战转换能力 达到高效参战和支援保障作战的目的 调查还著名 当地要为军事斗争转入常态化做准备 袁洪斌说 这再次证明习近平正在加快使中国进入战争状态的步伐 目的是应对即将发动的台海之战 他谈到 据国内良知人士的消息 习近平原定在中共二十大之后 也就是2023年到2024年作为发动台海之战的时间节点 那也是美国总统拜登的最后任期阶段 不过 不久前阿富汗变天 而拜登政府的撤军几乎是一场大溃败 这刺激了中共军方的神经 于是 在习近平的幕僚中 有人认为 美军本质上不堪一击 还认为拜登政府没有胆量跟中共决战 所以 习近平又做出了一个新的指示 要军方更密切地注意事态的发展 寻找战机 一旦战机成熟 绝不放过 袁洪斌说 这意味着习近平有可能把发动台海战争的时间点 比原计划提前 他还提到 近日中共又发文件 不允许私人资本投入媒体业务 那就是要更加全面地把舆论彻底控制死 从政治、经济、文化 全方位进入战争状态 准备开战 不过 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诚判断 中共实际上攻台的可能性并不大 原因是 中共没有把握赢得台海战争 而且投入代价大 付出成本高 姚诚还认为 因为目前美国正在协防台湾 所以中共不敢对台湾动手 台湾暂时还是比较安全的 他说 中共要想打台湾 首先要把美军逼出第一岛链 此前 姚诚还谈到 习近平想打台湾 还有个心腹大患没有解决 那就是中共自己的军队 他说 习近平担心军队在有了武器后会造反 因此不会轻易行动 美国海军近日发布了最新的战略指南 其中明确把中共视为美军面临的最重要挑战 美国海军部长德尔托罗表示 美国海军的终极责任是遏止中共 阻止它完成占领台湾等企图 德尔托罗是10月8号在海军学院演讲时 对学员们表达的这一观点 他谈到 美国的策略是通过遏止中共威胁 迫使北京放弃武力攻台 他认为 虽然没有人愿意陷入冲突 但遏止中共是美军的责任 德尔托罗还强调 美方为台湾提供自我防卫必要的武器和技术 是极其重要的 同时 美国需要在印太地区打造同澳大利亚、印度 菲律宾等国的新联盟 因为这些国家都受到中共的威胁 他说 最后 当中共环顾四周时 可能会说 我们没有任何朋友 没有任何愿意帮助我们的海上盟友 新发布的海军最新指南指出 自二战以来 美国海军和盟友一到 维护自由开放的海洋秩序长达75年 而今天 这种秩序遭到共产中国等极权国家的破坏 中共近年来扩军备战 截止到去年年底 已经打造了超过360艘军舰 这应当引起美国的高度警惕 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 美国必须保持住自身的持久优势 以有力地应对当今的挑战 不过 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成披露 中共海军的军力和美军相比还相差甚远 同时 中共海军因从未在海上真正打过仗 所以在作战经验上 也无法跟曾经经历太平洋海战的美国海军同日而语 近日 美国正在加强印太战略部署 本月初 美英日澳等六个民主国家 在西太平洋进行大规模联合军演震慑中共 而美军米戈尔基斯号 这个全球最大的远征移动基地舰 近日也抵达日本冲绳 驻守美军白滩基地 10月31日 日本将进行众议院大选 执政的自民党10月12日公布了它的竞选宣言 其中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对抗中共 针对中共在台海和西太平洋有争议的岛屿区域 扩大军事活动 自民党已经把抵御中共威胁作为重点 写进了竞选宣言中 自民党誓言要提高日本的国防预算 把近几十年来维持在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DP1%的国防预算 提高到超过GDP的2% 日本防卫省近日提出 希望在2022财年获得5.4万亿日元的国防预算 目的是加速增强新领域的能力 推进新技术的发展 以应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存在 如果这项预算获得批准 意味着日本的国防预算已经连续第十年上升 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自参选自民党总裁以来 就多次高调表示 如果他当选 将以抗衡中共作为日本政府的首要任务 岸田文雄说 中共的威权主义、独裁主义正在蔓延 他主张 日本必须对台海稳定 以及香港、新疆的人权问题做出坚决的回应 并且维护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 日本放送协会的最新民调显示 岸田文雄目前的支持率为49% 高于他的前任菅义伟最近的支持率 在竞选宣言中 自民党还承诺出台切实的措施 结束新冠病毒大流行 重建经济 扩大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的支持 并为进入新行业的企业提供补贴等等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近日发表文章说 从中共统治中国的历史可以看出 恐惧文化是他控制中国人民的主要手段 他说 中共一直在通过恐惧 掩盖真相和暴力来改变人心 控制思想 林培瑞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时谈到 中共带给中国人的恐惧 是一种人们已经非常习惯的恐惧 它有效的指导行为 让人们在生活中 自然而然的回避所恐惧的事情 除了恐惧外 他认为掩盖真相 是中共控制人民的另一种手段 林培瑞说 中共控制学校和媒体 让人不知道中共在做什么 从而让人们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判断 他以孟晚舟获释回国举例说 中国人认为孟晚舟事件 是中共的胜利 但他打电话给中国的好友时发现 由于信息的高度封锁 他们并不知道 两位被中共非法关押的加拿大人 同时被释放 他说 在西方 人们非常清楚地看到 这是人质外交 而任何在中国境内的西方商人 都可能被拘留成为人质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 但正因为中国人 对交换两个加拿大人质一无所知 才会相信这是中共的伟大胜利 林培瑞提到的第三个手段 是生成恐惧的暴力 他介绍了中共实施的一系列惩罚制度 包括从警察的访问开始 跟你讨论 如果你不说 或者不做某些事情 你的未来是否会更好 然后对你进行微妙的威胁 例如 你的孩子可能无法进入喜欢的学校 然后走向严酷的结局 24小时的监控 软禁 牢狱 酷刑 死亡 他说 在整个中国社会中 人们对这种惩罚范围的了解 会产生一种普遍的恐惧 从而引发人们进行自我审查 主动生活在中共划定的红线范围之内 不过 加州大学圣地亚格分校 社会学荣誉教授马德森表示 虽然中共企图通过恐惧文化 塑造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但中国草根阶层的民众 并没有真正被欺骗 并没有真正接受中共的宣传 因此 人们一方面想方设法来应付中共 另一方面 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过生活 10月11日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率领的航母打击群 停靠新加坡并访问两天 英国空军参谋长威格斯顿表示 英国将增强在南海印太地区的部署行动 将更频繁的行动 强化在这个区域的军事存在 威格斯顿11日当天 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他说 西太平洋区域攸关维护国际法规范 以及英国的安全和繁荣 因此 英军将致力于加强跟这个区域的盟国 和理念相同国家的关系 并承诺要和理念相同的国家 共同维护国际法和行为规范 他谈到 人们将舰到英国海军和空军 在印太地区有更频繁的部署行动 航舰群的部署 以及美国陆战队航空连队的参与 就是我们落实这项承诺的实际表现 威格斯顿还说 除了提高军事部署之外 英国还会以人道援助 灾难协助等形式 增加对印太地区的投入 英国航母打击群指挥官摩尔豪斯 也出席了这次记者会 他谈到 英国近期的综合评估 强调了印太的重要性 我们打算向这里倾斜 并增加更持续的部署 他说 伊丽莎白女王号的首次作战部署 就来到新加坡 更能表达英国的意象 英国驻新加坡高级专员欧文表示 英国另外两艘军舰 天马舰和史配舰 上个月已经从英国启程 10月12号抵达加州 并将继续前往西太平洋 展开在印太地区 至少为期五年的常态部署 欧文说 我们的雄心 是要比其他欧洲国家 更常态的在这里部署 10月12号 香港民意研究所 公布了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 显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民望评分 只有38.3分 远低于及格线 同时 有近三成的民众给他打了零分 这项民调是在10月4号到7号之间进行的 民意研究所以电话的形式 随机调查了1000多位香港市民 结果显示 林郑月娥的民望仍然处于低谷 不合格 还有28%的受访者对她的评分为零 另外 这项民调还让受访者以10分为满分 给五项核心社会指标打分 其中 安定 繁荣和自由的指标 依次是5.48 5.26和5.12分 法治和民主指标分别录得4.86和4.28分 属于不合格分数 在这项民调进行期间 林郑月娥在10月6号公布了一份最新的施政报告 然而 从设施民调的结果来看 民众对这份施政报告的反应冷淡 公共专业联盟政策召集人李广德表示 最新的施政报告被称为港府成立24年来 涉及投资最庞大 构思最宏伟 对土地环境影响最广泛的一份报告 然而 这并没能刺激林郑月娥的民望 他还质疑这一具有宏达愿景的施政报告背后 是否有调查研究 他认为 如果只凭长官的意志 而不以科学根据去做投资的话 只会让香港的财政陷入无底深渊 他担忧 届时这些财政重担将被转嫁到纳税人身上 香港名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 也批评林郑的公共理财态度太轻率 对于新的施政报告 港府并没有和往年一样 同多个民间团体会面并进行公众咨询 中国明星赵薇近日麻烦不断 不但被列为有政治问题的劣迹艺人 所有作品都被下架 名下五家公司的股份遭冻结 还官司缠身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10月9号发布公告说 赵薇、黄有龙和史玉柱三人 因保证合同纠纷 被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提告 将在11月8号首次开庭 值得注意的是 民生信托此前就跟赵薇有过诉讼恩怨 今年6月 民生信托曾经状告赵薇 及合保文娱集团有限公司 案件的原因也是保证合同纠纷 这件案子的司法协助信息显示 赵薇持有的4.15%合保文娱股权被冻结 涉及资金500万人民币 事实上 赵薇和丈夫黄有龙此前就涉及多起刑事、民事案件 也接连遭到起诉 媒体估算 包括违反证券法等案 赵薇设计的官司已经多达215件 黄有龙近日也传出在香港拖欠两笔贷款和利息 被追债近3亿港币 公开资料显示 赵薇旗下曾有13家公司 其中有2家被注销 4家被吊销 目前剩下7家 而在这7家公司中 有5家公司的股权已经被冻结 金额高达1672.6万元人民币 冻结期为3年 这5家公司是 北京普林塞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易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 龙旭新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何宝文鱼集团有限公司 和吴湖东润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 赵薇旗下的西藏龙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因收购万家文化两风波 遭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罚款30万元人民币 并被罚5年内不得进入证券市场 有分析指出 赵薇被整肃 是受到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的牵连 也有时评人士指出 赵薇夫妇和曾庆红的胞弟曾庆怀 关系密切 因此 他出示跟习近平和江曾之间的派系斗争有关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风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转发 我们明天再会